哈囉大家好,我是黑皮 歡迎來到交通吧 探開今天的高雄地圖仔細看的話會發現 一旁的騎京區 距離對岸的高雄市古山區 最短距離甚至不到150公尺 為何不直接建一座大橋跨過去就好呢? 這樣兩地來往不就只要兩三分鐘? 蓋好不是等同造福所有的高雄人嗎? 欸,其實真的有這樣的計畫喔 為何最後又沒有實行成功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好好認識一下 曾經文明一時的高雄跨港大橋計畫 騎京區雖然現在為獨立島嶼 但在過去是與台灣本島相連的沙洲 此處早在16世紀時 便因為豐富的漁產形成漁港 而後來隨著貿易發展 此處作為進入港口的必經之地 因而成為高雄最繁榮 居住人口最多的區域 此處有著豐富的漁產資源 又是高雄歷史發源的地域之一 新城豐富的古蹟、景觀、生態及漁業資產 成為後來騎京發展觀光的最佳條件 不過由於當地的腹地過暇 後來此地因而逐漸沒落 使日本時代的商業中心 逐漸從此地移展到對岸的哈馬興域岩城 隨著戰後高雄港的範圍不斷擴張 原本位在騎京與古山之間的港口 已經無法應付飛速成長的貨運量 因此當時的港務局便選在騎京沙洲的南方 再開閉了第二港口 而隨著第二港口的開啟 原本連接台灣本島的沙洲 因此被截斷 騎京從此變成外島區 為了解決騎京與台灣本島組隔的問題 因此早在1972年4月 也就是50年前 高雄市府就有在騎京興建跨海大橋的風聲 而當時隸屬於中央的港務局 也在騎京島的南方規劃興建了過港隧道 並在1981年正式動工 隨後高雄市府也在1983年 決議在第一港口的位置 興建跨海大橋 大橋的兩端 連接高雄市的騎京區 與高雄市的古山區 最多橋橋的工程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包含萬獸山引道、跨海大橋 及騎京螺旋架構盤道 未來騎車沿著引道爬上萬獸山 通過跨海大橋後 只要繞著螺旋盤道 就可以到達對岸的騎京 隨著跨海大橋的規劃 當時的高雄市長徐水德 提出了 騎京區觀光建設整體規劃廚藝 透過跨海大橋 將連池潭、萬獸山 與騎京風景區連成一體 當時港務局雖然表示 原則上同意跨海大橋興建 但要求大橋不論採取何種架構 都要以不影響航運作為原則 在1984年過港隧道通車 這是騎京自1967年第二港口開闢後 時隔17年重新跟台灣本島相連 過港隧道通車後 騎京來往本島的交通不需再依賴渡輪 而且除了高雄港本身的貨運需求外 大量的遊客也不斷藉由過港隧道湧入騎京 從此逐漸確立了 將騎京作為觀光大島的政策方向 在市長蘇南成上任後 更表示騎京不應該只是一般的戲垂遊樂區 應該要利用現有的觀光資源 將騎京開發成設施完整的遊覽聖地 要使觀光客到騎京後流連忘返 甚至掏光了口袋 他跟指示公務局開發騎京海岸公園 甚至發下豪雨 表示要把騎京打造為媲美美國邁阿密的觀光大島 同時也針對跨港大橋的規劃進行調整 為了顧慮船隻的通行 把原本的拱橋更改為以吊橋通過 接續在高雄市長吳敦義上任後的1991年 完成了跨海大橋的工程規劃 起點其次高雄市的翠華路與華安街口 並可在此銜接當時計畫中的高雄市區快速道路 至於大橋的計畫終點則位在騎京三路 路線從華安街出發後 會穿過當時的台灣水泥場區後上山 接著沿著山路往南 並沿著獸山動物園的北側行走 之後抵達忠烈祠的後方與中山大學後門 接著再沿著古山西側抵達西子灣 跨過第一港口與騎後山山頂後 中田設於今日騎京三路的停車場旁 而除了主要路段之外 更售有萬獸山聯絡道路與千光路聯絡道路 銜接古山一路 橋梁計畫採雙向四車道配置 路線全長6589公尺 正式名稱為高雄港跨港大橋 工程經費約為台幣30億元 不過跨海大橋可以讓我們跨過大海到旁邊的島嶼 甚至是到其他國家 而Surfshark VPN也可以 沒錯讓我們來感謝今天的乾爹Surfshark Surfshark就是可以讓你的手機電腦平板 都可以切換到不同國家的VPN 那這個切換啊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用途的 因為像我本身很愛看劇 但其實啊不管是Netflix還是Disney Plus 其實每個國家有的劇都不太一樣 而且像我自己超愛看哆啦A夢 但是如果你開台灣的Netflix的話 看到的就只能有一兩部而已 那像如果我把地區切換成韓國的話 就可以看到很多部 而且啊它操作非常容易 只要你有Surfshark帳號之後 像我現在的地區在台灣 我只要把我的地區切換到韓國之後 Surfshark VPN大概只要花四五秒的時間 就可以切換完成了 那之後呢再度開啟Netflix 就可以看到很多只有韓國才能看到的劇啦 所以啊大家如果想要全部Netflix的劇都可以看 你不用走跨海大橋也不用搭飛機 只要下載Surfshark就可以囉 那現在用的折扣碼 金案0528 還可以享有17折優惠 那如果訂購兩年發案的話 可以再享三個月的免費試用期喔 而且他們還提供30天的無條件退款政策 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那下海連結就在資訊欄裡面 大家趕快去看看喔 但是即便有Surfshark VPN 大家應該還是很希望 跨海大橋能夠蓋成了吧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 立刻回到跨海大橋上吧 不過啊從今日來看 這個計畫其實相當的瘋狂 不僅會直接穿過中山大學的校區 與著名的打狗英國領事館附近 而且超過一半的路段 都位在壽山的管制區 又要穿越大量國防部的土地 加上大橋的兩端 又要以壽山與齊后山作為橋墩 對當地的地景與環境都會有極大的轉變 而且大橋的設置位置 位於高雄港的第一港口 為了滿足不影響航運的原則 要在壽山南側與齊后山間 約130公尺的距離 甲蛇大橋 橋樑的主跨境 至少會到150公尺以上 高度更將距離海平面 56公尺以上 當時的高雄市市長吳敦義 計畫透過這個大橋 連接起進海岸公園 萬壽山公園及動物園 形成一條大型的觀光廊帶 這麼瘋狂的計畫 一定按後就引起了各界頗大的反彈 首當其衝的中山大學代表 就曾經在工廳會中表示 把中山大學 設在高雄市的西子灣 根本是錯誤的決定 古山壽山聳立鋼筋水泥建築物 綠地少得可憐 如果再興建跨鋼大橋 將更破壞自然環境 而且這個計畫提出的時間 也正值環評制度 逐漸成形之時 雖然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法 一直到1994年底 才正式公告實行 但是隨著台灣經濟的 飛速成長 國民所得與生活水準步步提升 民間對於環境的保護意識逐漸增長 因此則在1983年時 行政院會已經決議 今後政府的重大經濟計畫 應該事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在1985到1990年 長達5年的事半期結束之後 在1990年9月 環保署完成了環境影響評估草案 內容明定 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行為 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餘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最後在1994年底 環境影響評估法 正式經總統公布施行 歷經這次修訂後 居民對開發行為 有知與參與的權利 開發計畫 在未經環保機關完成審查之前 也不得搶先開發 而且環境影響說明書 評估書的文件 等同開發單位的承諾事項 如果沒有確切的執行 將會受到行政處分 最關鍵的是 此次修法之後 一旦認定開發行為 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 有否決的權利 從此 台灣的環保工作 從事後的消極補救 轉變為積極的事前預防 也就是說 環評心智 雖然一直到1994年年底 才正式施行 但整個環評的大框架 早在1980年代 就逐漸奠定 並在1990年代趨於完備 因應環評心智的逐漸確立 與大桃建設 對壽山生態的直接衝擊 顧問公司曾因應 規劃了另一條替代路線 此方案 捨棄了原本 從華安街到壽山動物園的路段 改從五福四路與建國路口作為起點 並沿著五福四路 以高架橋的行事佈設 在跨過古山一路後 銜接萬壽路往南 與千光路聯絡到會合後 之後再沿著原路線通往旗津 替代方案 雖然比起原方案 一定程度降低了對壽山的環境影響 但此處的五福四路路寬近15公尺 如果礦港大橋沿著五福四路做引道而上 在五福四路及哈馬新處 都有部分民房會遭到拆除的命運 而該處商家更擔心礦港大橋的通過 會嚴重影響商機 因此當地的反彈聲浪不小 加上大橋建好之後 北七巾來往江湖市區的車流 將會全數湧入岩城與古山一帶 完工後將對民眾的生活 產生噪音與環境衝擊 當時岩神的代表紛紛表達反對聲浪 時任教人裡的里長李范生 也認為做跨港大橋沒有觀光價值 他更表示現在花30億 到時候追加到50億可能都不夠用 還不如蓋纜車比較有觀光價值 當時各台下的嚴城民眾隨即鼓掌表達贊同 而港都里長李政春則表示 應該在十八王公廟的後方 興建步行橋跨越第一港口 讓民眾欣賞日出日落 又可節省經費 避免污染、噪音 當時有意參選市長的鄭德耀也提出 改善期間 古山間的交通方式有很多種 包括海底隧道、海壁式鐵橋、汽車渡輪、空中攬車 都可納入考量 在1995年8月 港澳市政府公務局 拒行跨港大橋的聽證會時 現場除了其今居民 與在地醫院支持之外 當時各環保團體代表 岩城區代表、古山區代表 及中山大學的學者 全部都持反對意見 導致現場的會議氣氛鬧得非常僵 其今的居民 要以跨港大橋能帶來再為便捷的交通 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然而對岸的岩城、古山代表 大多對跨港大橋的興建持反對態度 認為跨港大橋在岩城帶來的空氣汙染 及橋墩阻隔問題 反而阻礙了地方繁榮發展 在場的環保團體也非常憂心 認為跨港大橋會嚴重破壞 壽山的自然景觀 加上壽山的地質屬於石灰岩地形 滲透性強 雖然公務局表示 在工程技術上可以克服 但對於當地的地基率是否穩固 工程單位卻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而且當時負責規劃的中鼎工程 鑽探報告只做到地下10公尺 沒有10公尺以上的地質鑽探資料 而根據專家的調查 壽山的地質在地下10公尺以下是塵泥 根本不適合做跨港大橋的工程 中山大學的教授也強調大橋興建完成後 會對中山大學和奇經醫院造成很大的衝擊 批評中頂公司的評估報告太過粗糙 最後在聽證會上 強烈支持建跨港大橋的陳漢生議員發言時 反對著全部提前離場 最後會場只剩20幾位的奇經區居民 氣氛相當尷尬 最後在1996年7月 葛勒里颱風清台 而當時一旁的中山大學 正在興建教學大樓 因此校方 潛行在颱風前 在工地旁 增設潔流溝和塵沙池 然而黃水依舊像瀑布一般 懸邪而下 最後工程因此被高雄市政府勒令停工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學大樓土崩事件 更引起各方的質疑 認為中山大學只是建個教學大樓都有黃禍 未來的跨港大橋 可是大過數十倍數百倍的工程 同樣的土質 同樣的生態問題 會不會釀成更大的災害 在同年12月14號 礦港大橋的興建案 進入環評大會進行審查 在支持與反對方各自陳述態度後 支持的票數僅有6票 而且多為市府內的代表 反對興建的票數則高達9票 而且多為外聘的學者專家 但由於市府仍然期望 礦港大橋能夠建成 因此在1997年3月 又再次將案件送入環評委員會審議 不過計畫又再次遭到多數委員否決 隨著市府翻案失敗 高雄的跨港大橋計畫也因此 胎死腹中 雖然高雄跨港大橋最後沒有建成 不過若把這個工程放到今日來看 這個大橋不管是在交通與環境上 都值得思考是不是有所必要 在環境上 瘦山的地質主要由石灰岩 與沙岩泥岩夾雜所構成 岩層不僅裂縫大 裂較多 而且有高達84%為陡坡 更因為斷層帶通過 因此地滑、背斜、崩塌與斷崖遍布 不僅瘦山的地層有位移的現象 全區有高達63% 都位在潛在地質災害區域 歷史上也曾發生過 數次嚴重的土石崩塌事件 其中跨港大橋的路線中 有大洋路段都位在潛在滑動帶 與危險滑動帶 至於在地景上 跨海大橋的量體相對於奇心島而言 極為巨大 又將在長度僅有200公尺大橋的旗後山 象徵高雄城市之費的壽山 與中山大學校區 英國領事館龐利敦 將對高雄的地景產生極大轉變 對照今日的奇心 明明竟有一條過港隧道連接高雄市區 卻已經在假日時 時常發生車流 將奇心街道擠得水洩不通的情況 而且隨著觀光人次不斷倍數成長 奇心擁有的自然生態 也隨著時間的過去有相當大的改變 如果當時跨海大橋順利建成 大量來自岩城、古山與北高雄的車流 由此進入奇心 如果沒有完善的交通規劃 除了可能對奇心當地居民的生活 帶來巨大轉變 對環境帶來的勇士傷害 跟奇心之所以引以為傲的在地特色 是否會因為 一座壓在其後山上的龐然巨橋 而徹底消失 都值得你我更深入的來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 當年新成立的環平制度 在台灣建設史中 首次引入了在地參與 在行政與國防的身為性考量之外 也引入基層的供需反思 為國家建設帶來多一層的把關指引 也扭轉來過去 台灣建設人定勝天的思維觀念 邁向建設與環境的共生共榮 然而隨著連接奇心的第一過港隧道 使用年限即將到期 未來奇心的交通 還有什麼解方呢 就請期待下一集的黑瓶交通吧 來繼續為大家說故事囉 那在片尾呢 也再次感謝今天的乾爹Surfshark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 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讓我分享給你分享 所有的高雄人們 讓他們知道這個文明一時的 高雄跨港大橋計畫吧 那大家也可以去放我的IG 才不會留下新片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選擇 小鈴鐺 Aqu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